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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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開始了 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沒有抽獎 上個禮拜已經抽完了 今天要來介紹的車款 是賓士W176 A-Class A250 這台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有一個動力最大的版本 之前也有直播分享過 A45 這台的話是動力 A250的版本 懸吊系統 如果是A45的話就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如果這台的話 這個是前驅設定 前面是賣花城 後面的話是奪連桿 它的底盤有針對一些結構 都有做輕量化的設定 譬如說我們下石壁 一般的日系車可能會做鐵的材質 但是這個的話都有把它做輕量化 然後前面的彈簧我們配置 這台是競技版的 車友選擇競技版的 所以前方彈簧我們配8公斤 後面的彈簧大概會做 有兩個版本大概4.多公斤 跟6.多公斤 如果是A45的話就會配6.多公斤 因為它的後面 是四輪驅動版本 所以重量比較重 這一台我看瞄了一下也改裝了不少東西 前面的懸吊系統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是前方式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上座 我們比較早期 都是有做一個沿用原廠上座的版本 那這台車有很多的車子的底盤 都是共用的 譬如說GLA 冰式的小型修理車 然後Infinity的話 Q30也是 共用這個底盤 甚至是連引擎 還有甚至是那個Q30的排氣管 都有冰式的LOGO 所以這個前方的 它的懸吊系統都是一樣的 前方的話這個上座 它比較特別 因為O系車很多 都是做母孔 然後再附一個螺絲 但改成KT之後 我們有附上座 但是上座的形式 比較不一樣 我們會附螺絲跟螺帽 等於是這些原廠上座 就直接把它拆下來 就都不需要使用了 這台車唯一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防晴桿的 我們一般防晴桿能夠 把離載串拆掉之後 它能夠很自由的上下 但這台車 它的防晴桿是有做一下 預載 所以它的防晴桿上下的 坐動範圍會比較小一點點 但這個的話 等一下我們到前方的話 再來跟各位來做介紹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它前面的BNC桶身其實不長 重點來了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只有一個短行程的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桶 這個不是壞掉 這個是它的阻尼 跟W205一樣 都非常非常硬朗 一般來說 像這個如果日系車的話 我大概單手這樣輕輕一壓就壓下去了 這台車它的阻尼做得很重 那做這樣阻尼重的一個設定的話 在台灣比較不好的一個道路品質狀況 會覺得低速的時候比較顛 可是像這個阻尼在高速 140、160以上非常的穩 因為它會把彈簧的一個吸附的能力 把它加高很多 這樣的設定的話 在歐系車上比較常見 但是最近在韓系車上也有看到 像Elantra AD Sport的話 沒有那麼硬 可是也有接近這樣的阻尼 那在Focus Focus ST上的話 也有類似這樣的設定 這個非常硬 這個不是壞掉 是它統身的品質都還不錯 但是它本來的阻尼設定就比較硬 那本來這裡後方還有一個上座 那一個上座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在這裡 這個上座 這個上座是原廠的 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 後方的阻尼 後方的軟硬度 從這裡做調整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KT 像這一台是經濟版的 道路版的都一樣 都是有30段 這個是經濟版的貼紙 然後後方的 看不到 後方的彈簧在這裡 彈簧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哪一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高度的 好 那我們來看前方的話 前方比較特別 就是剛剛提到過的這個防輕感部分 但是我們的離載串已經裝上去了 如果把離載串拆掉的話 它的防輕感能夠往下壓 但是往下或往上拉 它有一個力道限制住了 所以這個是它的防輕感的一個反作用力的話 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因為這台車 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點有往下挪 所以這個離載串需要使用的是KT所附的規格 那這個規格 我們可以 因為離載串大家都知道這個是消耗品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離載串的規格 把它設計成很好做替換的 這個離載串的長短度的角度 或者是它的所有的規格 就跟08到17年的Artist ToyotaArtist Artist好買吧 我們到材料行 只要說Artist的前面離載串 就很好買 所以這個離載串是KT所附的 那如果是壞掉的話 我們就買Artist的離載串的規格 來使用就好了 很好買 如果嫌Toyota原廠太貴 可是Toyota原廠的Artist再怎麼貴 也比這個原廠的 那個A250的離載串還要更便宜 所以原廠太貴 那買副廠的 這個超好買的 所以這個離載串 我們所選用的規格 就是跟Artist是一樣的 那前方的彈筒 本來如果是道路版的話 是配7公斤 那今天安裝的這一台是競技版的 所以這一台前方的彈筒 是配了8公斤 那這一根的話是 因為它的鋁圈是要跑螺絲的 要跑螺絲 所以它對孔的時候會比較不好對 像這個鋁圈18吋的 重量也不會很重 這個是炫壓的 還好可是如果是20吋 甚至是修旅車的鋁圈 又是做這種規格 如果沒有做這樣的一個特工的話 要對這一顆螺絲 哇 鋁圈上去太重了 不好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還蠻不錯的特工 就是讓它鋁圈 比較好裝上這個孔徑 再來鎖螺絲的 然後我們來介紹一下上座好了 上座的話 這台車是不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上座在這裡 它本來是一個母孔 所以要改成一個 一個羅帽的設計 那阻尼調整的話 直接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軟硬度的調整 所以這台車要調整前方的阻尼 還蠻方便的 後方的話 因為它的 畢竟怎麼樣 不論是這個是小車也好 它還是一個比較走高檔車系 所以它對隔音上 也有比較要求 所以它的 在後上座的周邊的話 還有包了一個隔音毯 所以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 它的阻尼調整機構 在隔音毯的上方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這一台車 前面如果要調整高度 高度的話 是從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來做調整 可是前方是賣花層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鬆脫 所以在安裝完畢 甚至是調整完畢的時候 這一個的托盤 一定要記得要把它敲緊 那至於KT的用料 意大利 意大利IP的主名油 日本NOK的油風 競技版的 我們是一樣用這樣的設定 只是競技版的 它的主名油的濃稠度 會比道路版的 還要來的濃稠一點 但很多的車友 會詢問的 那是不是我預算比較充裕了 就是比較適合裝競技版的 其實不是 KT的道路版跟競技版的價差 其實也不大 才只有差了三千塊 但最主要不是價格的差異 最主要是競技的設定 它比較適合熱血的車主 那如果只是想要把車高降低 那想要把原廠的操控性略微提升一下 還要兼顧到原車 應該要有的一個舒適度的話 那經理就會建議安裝道路版 那如果比較熱血 常常在跑山路 甚至有時候會下個賽道之類 那就比較適合裝競技版 那最主要的考量 絕對不是價差 最主要考量的是哪一個版本 才是適合車主 那至於適不適合的話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通路上裡面 北區經銷 中區的經銷 南部的店家 分別都有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來試乘 像剛剛我有聽我們同事說 好像後天又有一位 W205的車友要來試乘 都很歡迎 我們有提供不同的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來試乘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興趣 想要試乘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好 以上是今天賓士 A250的一個視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